什么资格 什么条件呢 语言叫粗注菩萨 碰一瓶无名 这一封法身 这个才五十三餐 这是一惩罚了 不是大臣子 大臣之上 这个我们要晓得 所以我常说 我们都说老实话 我们眼前的境界 我们修学大臣 只能够学 善导大司 为我们实现的语言无品 语言无品就是性结同福 我们对大臣法 我们信 我们能够理解 这就不容易 正知正见 跟诸佛如来没两样 烦恼没断了 习气没断了 所以还是要直接念佛 所以还是要直接念佛 读读读 讲言天天不中断了 这讲言尤其着重是机会教育 无论在什么地方 碰到熟人他能听的时候就给他讲几句 不一定要什么讲台 要好多人不需要 时时刻刻就是有把大臣佛法了 介绍给一切种子 要有这个心 要有这个愿 常常勉励别人 也就常常勉励自己 自行化他 是一不是二啊 自行就是化他 化他就是自行 所以读读讲言很重要 我这一生所得的一点利益 没有别的 自己学教了 53年了 讲言讲了46年了 天天讲啊 我懂得机会教育 无论在什么什么常俗 站着也好 坐着也好 三句话之后啊 本行就来了 这佛话就来了 后面两条就是精心六度 正心六度 我们用死识 用这个六度帮助别人 用六度帮助自己 断烦恼 修清精心 心见着佛途见 我们才有把握往生 近视频 和宗友 中厢 今晚 下来 中厢